中美海空军事安全问题的根源 在于美军舰机跑到中国家门口 姿势挑衅 在中国周边海空域 进行长时间大范围 高频度的抵禁活动 中国军队一法一规进行反制 有关行动正当合理 专业克制 美方需要做的是 停止一切危险挑衅行径 严格约束一线兵力活动 这才是避免海空意外事件的根本之策 这才能够切实为推动两军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创造有利条件